總急診家屬 交集站著等幾乎每床都有人 再看到臺大門口坐一排 還持續有人進出 新冠流感腸病毒多種疾病同時爆發 根據中央急診即時監測系統 截至十號下午四點半 台大醫院還有九十三人等住院 其他醫學中心平均二十位上下 臨口腸根更多有一百零八人 光兒科急診假日一天看超過一百五十人次 急診爆滿是全國性現象 臺大急診主任透露 五六月就擁塞確實反常 特別是內科相關佔多數 根據護師公會統計 去年底至今超過一千七百名護理師離職 加上免疫負債 醫院評鑑控管護病比多重因素影響 讓急診工作忙到不行 三連新聞李慧玉 專家宣 台北報導